终于到了 先看一下有没有人施工间 哦 还挺大声音的 证明是安全的 这个路还没弄好 这个路是一个大马路的 还没弄好了 10月份交房有点难哦 这条路还没修好 那10月份交房有点难哦 因为他马上就 这条路应该要修完修的呀 修了房啊 不知道我有点难哦 看着确实是哦 是啊 他这个二次的这里都交房 装修了是吧 没有他前面的装修了 后面的好像是一起交房的吧 里面那一栋又好了 这栋就是你们买的 这栋不是我们买的 那一户是我们买的 那栋不是我们买的 不是 这个小区是我们买的 哈哈哈 姐姐这栋很开玩笑 这一栋是你们买的 哈哈哈 看一下他那边的市区那里在开口 嗯 那这个还在动的 不怕了哦 看到没有在动的 他在动外侠了呀 现在做一些 应该是 本沙外侠还没有弄到 都还没弄了 外侠都还没开始呢 我们是那一户 12楼 他一共是18楼 12楼 12楼 不是我们是后面那一个 别搞错了 中间那一栋 哈哈哈 别搞错了 中间那一栋 哈哈哈 这个栋工这个不是的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我是真的不是 搞错了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买的时候 就是这个位置他说是可以看到江的 所以我就买了 但是我买了之后呢 他又说这里还会建议七 气死我了 就是还有房子挡住 但是他房子成高不是很高 当时我还有点 不是很高 那还行 我所有楼一点挡不住 但是你猜 外面这一期他总成高多少楼 是吗 13楼 你们气死我了 我就敢好看人家楼顶 我大方高一点 我就可以看江了 也没事 看人家楼顶上面烧烤吧 气死我了 我说那你干嘛不跟我说 这一边还要建12 12长的 那我就可以买上面的嘛 好晒呀 看一下我们就委屈了 吃个东西就委屈了 这条路到干什么路 他那个江边弄进攻了 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就得了嘛 开始 是 我们要不要在这边去那边找个装修的 到时候就不用回来了 了解一下 啊 房子都没交房装修啥 了解一下嘛 你看对面那个楼 那里不写个写个都市铺了吗 那种肯定是装修公司 有一个9万8 啊 9万2千8 一口 一口下 包半 9万 一平方啊 肯定是一套嘛 一套一套9万多啊 9万多算便宜的 是啊 应该不是这么暗吧 一套人家一套有 有的是五六十平方 有的是一有的一百八平方的 他也是这个家 不知道 你看包员工 啊 包员工啊 包子都没交到 你看都停工了 前面还有那个修修修商的钱 后面都没看到有 应该是没有停工 可能是在修什么东西 不懂 应该他先 钻完后面那一栋 就到我们那一栋了 轮流排就过来嘛 没有我们那一栋的工期 比较慢 不懂为什么 看到我们我们给的钱不够 这些我们 我们来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 他是盖到了几层的 还没盖完 现在是已经盖完了 他那栋好像盖房子盖的比较慢 现在等待交房还真 对啊 对啊 肯定交房之后再看装修 现在看 到时候材料也不一样 人工也不一样 你看没有用的 那就不看了 对啊 没有毅力 走吧 走吧 刚刚问小九 本来我是想 既然来都来到柳州了 是吧 顺便找一个装修公司的看一下 就是估计一下嘛 大概多少钱嘛 但小九又说 没用 那不是白跑一趟了 当然过来看一下他那个房子 有没有停工而已啊 我觉得还是 找人家来看一下 比较好一点嘛 因为很多预算的嘛 是不是人家会给一个预算出来 看一下多少钱嘛 至少要 呃 看看自己口袋里面有多少钱 找人家装修成什么样子 但他又不愿意啊 他都等到房子叫了 再 再找人来看 到时候我感觉有点 感不及了哦 因为十月份 好像是十月份交房嘛 那到时候你再找人来 来看装修 万一到时候 钱不够啊 这些东西啊 是不是也比较麻烦嘛 至少说现在找人来看的话 人家会给个估算嘛 大概多少钱 如果不够的话呢 到时候提前想办法嘛 是不是到时候如果充充忙忙的 也不懂得去哪里找钱 唉这边也有点热 可能现在夏天了 到处都是这样子 对吧 我们先回去桂林间 因为明天我们来很多事情要做的 所以呢先回去先吧 反正也没那么快 下次再过来吧